现在M大师的大将是选择了八神了 八神来打对方的首发马力 才滑出来 马力KO 哎哟就差这一次 有伤害修正了 现在在前冲的战轻腿 打对方的下段偷袭 来了 又是真碰到杨树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的血量被干到四个了 八神上车下半 结果是一踢打掉了M大师 一致打掉了M大师 一致打掉了M大师 这确实是到位 大家看一踢的马力怎么玩的 哇 被打傻了 下心就要打他呀 嗯 嗯 后队来了 后队来打M大师 加油 又没有了吗 这个猴子这个套路太丰富了 我去一踢完全是火力全开啊 又是在比C 在哪里 在哪里 这里M大师不敢不敢 不敢勃了 现在只能备动防守 还有这么一口气的血量 这么大 跳动再打哪一会 缓之下 最后的机会 最後的机会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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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ese two two red jucent 打过世界冠军的这两个人,M大师还要一踢的 也不是第一次打的剑,都是打过了好多次比赛了 他们两个 对于彼此套路非常的熟悉,咱们看这边巴神 打猴子,手里大将,巴神 对面是中间啊,哎哟,台湾好车龙 哎哟,想出白鹤车,对方又想破掉,那么肩带 巴神的血量被他折掉了,已经去掉四个血量了 想赢 无客气的巴神,咱们看M大师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翻盘 反二局,对方就给你机会,哇,谢锋来了 战斗队开BC了,哦,又是12秒读过了 太难了,26HAT在最后这10秒钟 巴神之类只有两个半的血量 上来这套 11点赶到对方,1%的血量,好,带带BC 没有白BC,那么现在超大奥下对方 哎呀 啊 啊 啊